在运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趋势新指标 我是黄子东 今天是3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我不知道投资了 你在228年假的时候 有没有不断复习 我们在节目上跟你所讲的 4天连假 你总不会每天都出去玩 还是要面对现在的盘势 尤其是4天的连假 美股表现得不好 是跌多涨少 我们今天有时间的话 会跟你讲美国现在的总体经济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说你要复习 其实你可以对照我们今天的测标 你还记不记得 因为我们礼拜五录节目 然后遇到4天连假 等于是你可以重复看5次 来 这5天 我们就是同一集的节目 连续播5天 那我是不是跟你讲 我说我们手上有一档个股 这一档个股 在廉价之前 你会认为盘势好像表现得不太好 甚至4天的廉价 你应该是悲观的 但是我说有一档股票 目前为止我们的账上获利 一张 一张就赚了800块 那当然我们在节目上面 我们也没有遮遮掩掩掩 你有兴趣的还没看的可以自己去看重播 我们也公开跟投资人讲 这一档股票叫做5274的信华 股王 刚好我们手上有 那讲到这一档股票 我认为投资人 第一个 你可能看到这个节目 你可能会说 老师股王好贵哦 不想买 但是我说你不要急 股王其实是一种族群的指标股 就算是你没有 你听完我们今天讲完整集的产业分析 我相信你自己也可以在同一个产业里面 找到一些好股票 那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来当初我跟你讲5274信华 那除了我们的会员 大部分的投资人应该是没有 那为什么我讲它 其实它包含了很多的市场上面的陷阱题 它不只是股价高这个缺点 我们也公开明讲 其实这段期间市场上面有很多阻止你买股票的原因 我们今天反而来一一分析 来5274的信华 首先先恭喜一下 如果你的资金比较雄厚 就算你买一张也好 今天赚170块 因为是股王价格比较高 那第一个你自己帮我们加一下 实位数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掐头去尾 这样子排列组合看起来也比较好看 来 2月24号的时候 我在我们的节目上面讲 我说有一张股票 逆市赚了800块 那这档股票5274的信华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 甚至你可以更早去回溯 回溯到2月初的时候 甚至1月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讲了 那这档股票来 现图是这个样子 第一个 为什么当初冲高的时候 我们没有出 原因在于因为冲高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 那到底是出货 还是后面还有高点 我相信这是市场上面投资人 每一个人都在寻的圣杯 走高到底是要先卖一趟 还是可以续报 看筹码 那我有说这市场上面 你应该看不到别家 在用这些比较进阶式的工具 第一个CV筹码指标 第二个主力进出货线 AD主力进出货线 那这些也许你现在看我的节目 搜寻一下电脑 老师我有看到这些指标 但是你可能会说 老师怎么跟你长得不一样 因为毕竟我们是吃这行饭 我们是专业的 参数的部分我是有做修改 所以这个地方先解投资人的疑惑 那这个是额外化 我们拉回正题 重点是当初冲高的时候 我们看筹码指标 请问主力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到货 答案是没有 所以CV筹码指标加70 AD主力进出货线加30 在这个地方 主力都是持续向上加码的 没有减码的迹象 所以后面会不会有高点 已经一个月了 这一个月我们就来复习 它的现行怎么走 一飞从天 为什么 因为主力自己也在里面 讲得很白话其实是这样子 但是背后 为什么主力在这个地方 敢继续拉一波 背后就必须要有产业面 强大的支撑才行 来 5274的信华 你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去看重播 那我们就不讲了 以免你认为我们在炫耀 来我们什么时候开始买 1月17 当时的价格1970块 上个礼拜 涨了825 正42% 今天加170 其实应该要说1000块 但是我说我们掐头去尾 连手续费都送给你了 但是它的缺点呢 第一个 为什么投资人没有 因为市场层面 关于这一个族群 非常多的陷阱题 首先产业面 自己就有陷阱题了 在哪里 来 当初我是不是跟你讲 2023年伺服器相关的族群 你一定要好好把握 但是新闻不是这么讲啊 2月初的时候 一个年假放完 跟你讲META 亚马逊 这些资料中心大厂 全部的单全部都向下砍 有没有向下砍 其实有哦 但是我有跟你说过 它是什么样的概念 第一个 它是一个支优生 原本每次都考100分 甚至连2022年 伺服器的出货量 基本上都是向上成长的 它是一个中长线的概念 但是呢 原本一个好学生 每次都考100分 那难免有失常 这一次不小心考了98分 如果你是一个现代的父母 其实也不要当虎爸虎妈了嘛 还是摸摸头说 没关系你还是很棒 你还是全班第一名 这就好了嘛 下次我们把这两分修正改进 这样就可以了嘛 这是我们现代教育讲求的理念嘛 来 是不是这样子的理念 2023年原本预估哦 当然比2022年好 预估伺服器的年成长率有到6.7% 现在向下坎 再怎么样 一定都是5%以上起跳 一定都还是全班第一名 但是市场上面的陷阱题出来了哦 当时出了一个这个新闻 人家其实讲的是哪一档 人家讲的是6669的尾影 新闻出来的时候 6669的尾影 我是不是跟你说来陷阱题出来的时候的那一天 相反的正好是我跟你讲 它是一个绝佳的买点 二月初的时候市场上面有一些杂音 但是呢 背后的阻力 背后中长期的方向 产业面全部都往多方 这一档股票是市场上面俗称的陷阱题 一档非常非常你需要记得的一档股票 不知道伤了多少投资人的心 所以第一个我认为你没有相关族群 是因为市场上面 蛮多杂音的 偏空的其实还蛮多的 除了产业面之外 其实总体经济也有 来这四天廉价 你乐观还悲观 第一个为什么我们持股 我们持股就代表我们乐观嘛 因为我们对总体经济有研究 对产业有研究 来总体经济讲什么 第一个我们先稍微解一下这件事情 第一个 美国你看到廉价看到这个新闻 美国一月的核心PCE 那PCE就是个人消费者物价指数 基本上这一个数字 有可能在某一个月 突然有稍微比较大的变化 但是我认为基本上如果只有一个月 还不能确认趋势反转 因为为什么 因为它是一个个人消费支出的一个数据 那这个数据占比比较高的 比如说像是医疗 比如说像是房地产 那这两个产业 医疗跟房地产 基本上就和我们台湾的相关的族群 比较没有什么联动 第二个 这两个族群像美国没有健保 所以在医疗的部分 他们容易在单月 有常常有一些比较大幅度的变化 这是投资人要留意的 我们先做一个小总结 总而言之PCE这个数字 你只看一个月是不够的 第二个 它针对我们台湾的联动 基本上也是比较小的 所以针对PCE投资人 你稍微多看多听一两个月 不要这么轻易的说 这个FED接下来又要继续升息 今年应该是不会降息 但是其实FED他讲这句话 FED后面其实讲一些说 今年不适合降息 其实我认为是好事 因为像去年 一开始联准会还说 没事没事 通膨我们压抑得住 后来发现完蛋了 压不住了 其实现在最近联准会的保守 我认为其实 这才是联准会真正的工作 但是联准会真的很保守吗 前几个礼拜 我是不是跟投资人讲 你看鹰王讲话了 说他还是支持三月要升粮 但是人家真的很鹰吗 其实他讲的是长痛不如短痛 如果你去看联准会布拉德 鹰王布拉德讲的话 他说其实今年的通膨高涨之势 渴望消退 我就不知道市场上面一些网路的写手 会自认为你看的比布拉德还要多吗 不是嘛对不对 他讲2023年将是通膨减缓年 但是目前为止讲话还是要稍微保守 通膨压抑通膨这个我们这个中长期的目标还没有成功 这个是对的 所以你要知道目前为止 以总体经济来讲我们走到哪里 现在还有人在做空吗 你有沒有发现都慢慢开始改口了 所以整体的总体经济基本上慢慢的会越来越快的 不是说没有利空 而是这些利空会越来花越来越短的时间 去年可能我需要花一个月的时间消化一则新闻的利空 但是现在来 今天的加权指数 花了一个小时就消化完四天廉价的利空 现在的盘势就是这个样子 你反而要反过来看到一些机会点 所以大方向我们讲完了 接着我们回到族群 老师姓华代表什么 来 其实你要说他代表伺服器 我认为其实你可以更清楚的知道 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产业走到哪里 这段期间我是不是在跟你讲 伺服器相关概念股 那为什么 像最近很红的是GBT AI聊天机器人 那我有跟投资人问过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谁会用AI 其实是我们人类在用AI 我自己也有一个Google账号 我有问他一些问题 以前这个我们聊过 来我们今天不讲闲聊的话 我们来跟你讲产业 我有跟你说过 第一个会用AI的 其实是我们这些消费者 那所以这些上游的伺服器厂商 来导播这个地方稍微放大一点 其实也很聪明 知道伺服器的 一些小型伺服器的机台要架在哪里 既然是我们消费者在用 是不是架的机台资料中心 要往我们消费者这个地方靠近 这个叫做边缘运算 这个我们在我们的节目上面有讲过 但是边缘运算 第一个我们伺服器厂没有这么多的人力去管理 怎么办 第一个中央人力管理 但是伺服器架在消费者那个地方 所以呢什么叫做BMC就是信华在做的了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远端的IC晶片 专门控制这些伺服器机台 这个叫做BMC 我们台湾在做的基本上除了信华 大概你一只手指头数得出来 比较知名的除了信华 大概就是新唐了 来 所以BMC代表着这个产业 第一个为什么会有BMC 如果我的伺服器我的资料中心 当然你如果是中央伺服器也会有BMC 但是越来越多的中小型伺服器的机台 往消费者靠近 小型我们称为小型的节点 这些运算平台 后面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是人力去管理 中间一定要有BMC 管理这些伺服器机台的晶片 所以5274的信华 来 今天为什么再创新高 为什么人家可以称之为古王 原因都在里面 你没有这一档没有关系 你注意我们背后跟你讲 它代表的族群 以及这个族群目前为止 现在进行的位阶 除了管理晶片 当然其实很多个步骤 其实都要做好了 来 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跟你讲 我说其实它有一个缺点 什么缺点 来 市场上面这几年 其实都有一个杂音 说来 资料中心其实是吃电大怪兽 其实它现在占我们全世界的耗电量 资料中心 大概是1% 它说未来会占到全球的8% 那我认为言之过早 至少这3年5年之内 虽然目前为止 例如说微软 它是美国的目前为止 9层的资料中心都盖在美国 那第二大的资料中心就是微软 目前在美国有200座资料中心 微软怎么样 每年会新增50到100座的资料中心 所以为什么中长线是看涨的 人家有没有砍单 也许有砍单 但是不会从50 100 大概就是砍到许个中间值 80座基本上是跑不掉 不会跟你讲说今年资料中心都不扩厂 不会 来 所以你就知道目前为止占1% 那你说未来要占到8% 基本上是20年后的事情 那所以什么东西要做好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流行负碳牌 那资料中心要怎么做到负碳牌 有兴趣投资人可以自己去搜寻相关的文章 简单讲 其实第一步 我们以我们目前为止的技术 可以先做好的 是先把散热这个问题给做好 那第二点当然就是 中间架比较多的中型基地台 往消费者靠近 耗电量也会比较少 大部分目前为止就这两个解决方案 那解决方案来 就会讲到我们台湾的相关个股 因为我有跟你讲 小型的基地台 基本上就不会有这种机架式 就会有这种刀锋式 所以散热要做好 先记清楚 一个产业突然出来了 那第二个 基本上也是美国现在在大力扶持的 中间的交换器 基本上做好 规格设定好 基本上就可以暂时去节省一些耗电量 那我们先讲这个部分 来 又是市场上面的陷阱题 前段期间投资人是不是看到 那基本上它是神脑的子公司 然后神准 大约在七八年前 它就直接看到美国的市场 往美国这个地方去发展了 因为它看到美国市场的资安市场的规模 488亿美元 那5G以上基本上是一个open run的架构 也就是说基本上你各家的白牌 不会像美国不会再被屹立性给毒大了 你只要能够做出我们开放的规格 我们公开的规格 你做得出来 你就可以一起来竞标 那神准可以说是十年磨一件 它吃得到单 来 3558的神准 但是你可能会讲 老师神准我不想买啦 第一个 你错过整个大波段 你不想买的理由基本上 看起来冠冕堂皇 你说老师人家有利空 它什么利空 第一个 它的利空基本上我有跟你讲 一定是短线 汇率因素 我说这种公司基本上 已经去美国打国际杯好多年了 会不会自己去做汇队的避险 一定会 一季没有做到 但是汇队的损失 会不会长期发生 不会 所以这个地方说 神准获利大减三成 来 3558的神准 今天涨 其实它已经来 出现新闻消息的时候 这一根黑K打跌停 如果你去看那天的重播 市场上面没有人敢讲 只有我讲 是不是怎么样 大家过度反应 当然了 我认为其实以它的现行 因为还没走完 你自己也会算 第一波第三波 后面还有个第五波 但是因为它第二波的修正 是比较简单 通常比较简单的修正坡 到了第四波 应该会是比较复杂的修正坡 所以我认为它后面 还需要再修正一段 最佳的买点 当初我们在跟你研究 线图的时候 第一个就筹码来讲 有些人说 你看 是不是出货 一根黑K 你看 很多人在那个地方讲 不要有神准 我跟你讲 这一段期间 从二月中到二月底 买最多的 第一大的分点 叫新加坡瑞银 第二大的叫做国泰证券 二月十六号 我们散户 常常的进行交易的分点 元大内湖 凯基台北 二月十六号 第一根就已经卖光了 所以 我当初是不是这样讲 基本上 反而是法人吃亏 散户占便宜 散户其实也有缺点 就是你没有研究产业 都去做短线 所以一整段 其实也没有吃完 这是比较可惜的部分 现在持有相关的 基本上都是法人 所以不用担心 他死掉了没有 还没有 当初我们在跟你讲 这个族群的时候 是从起涨点 就开始跟你讲 股价稍微便宜了一点 两百块 报到今天 如果你是报 比较中长线的 长坡段的 进行一个复杂式的修正 你要不要担心 你目前为止 你看我们的节目 你帐上获利是56% 经不经得起 比较复杂的整理 坡的整理 是可以的 那我们就把这 一开始我们讲到伺服器 那我们就把解决 吃电怪兽 这个第一个方法 我们先给解决 那还有一个呢 基本上来 就要找到 除能相关概念股 那我们的节目 跟别人的形态 比较不一样 我们讲的东西 其实针对产业面 是比较深入的 所以我们中间 广告先休息一下 回来的时候 我们继续再讲 就是不要错过任何一位名师 手机扫描QR Code 锁定运通财经台频道 24小时帮您解盘 运达投顾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顾公司之一 投顾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顾 真心照顾 02 2781 0909 2781 0909 爸爸 为什么到路口要停车啊 因为我们是知道啊 我懂了 对方是干道 不管执行或转弯都拥有优先通行权 没错 只要设有停让标志 标线或闪光红灯的就是知道 应让干道车先行 要是没有那些标志标线或者号制呢 那就进入路口时 少线车道让多线车道先行 车道数相同 转弯车让执行车先行 两边都执行 左方车让右方车就对了 知道让干道 安全最有道 好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那刚刚节目的上半段 一开始我们是先跟你讲伺服器嘛 但是它有一个大缺点 未来会变成吃电大怪兽 那要解决这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要把散热的部分给做好 那如果想到散热的部分 投资人你会想到哪一档 来 其实真正的指标股 应该是这一档 应该讲转机股 8996的高利 有兴趣的投资人 你可以稍微回溯久一点 我的节目不怕你看 就怕你不看 来 当初我们在讲高利这档股票的时候 来 2022年 已经两三个月之前的事了 12月30号 当初我们甚至还跟投资朋友 厘清一件事情 第一个大部分的人讲到高利 一些老股民可能会说 不就是做热交换器 因为去年12月天气冷嘛 热交换器发热嘛 所以它应该是一个景趣循环股 热交换器怎么样 室内供暖 溶雪的 地板加热的 这不是每年都会来一波吗 对不对 冬天的时候炒高一波 夏天你还会去用到热交换器吗 你就不要了 所以有些人会说老师他没有能力创新高 他就是一个景趣循环股 那第一个我讲 他目前为止占营收最大宗的 还是热交换器的部分 所以如果他做的是热交换器 我今天不会跟你介绍这档股票 因为你自己就可以做了嘛 天气冷什么股票可以做 你自己看新闻报章杂志 也许你自己都会做 第二件事情 当初我们在讲这部 我们这一集的影片 我们是在跟你讲一件事情 有些人说他有发展轻能源 但是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跟投资人讲 轻能源到目前为止 有没有办法量产 有没有办法成为我们零碳牌的 主要角色之一 其实还没办法 全世界都一样 他目前为止还只是一个题材 轻能源没办法成为绿能的大宗 所以当初有些人讲高利 其实当初就是你看他有一个突破形态 然后随便乱贯题材给他 我说做股票不是这样子做 他在轻能源的获利来源 占比还非常非常的少 当初我们跟你讲高利 是因为你要把它归类在 伺服器相关概念股 因为他做的是 静默式的水冷式散热 等于是把整台伺服器 放在特殊的议题里面 是油啦 放在伺服器里面 叫做静默式水冷式散热 是高利在做的 还有一档指标股 其实应该讲237的技嘉 他也有在做 237的技嘉 基本上投资人应该就比较熟悉了 所以为什么走一个长坡段 原因在这个地方 来 我们来讲8996的高利 今天你少跟着我们一天 你就少赚一根 这档股票还有机会 因为你说老师他没有正式突破 还在一个区间 好 勉强算 那我们今天既然讲到 绿能相关概念股 我相信投资人应该都知道 接下来我们台湾就准备要涨电价了 前面我们有讲过 因为这一段期间 我们台湾的电价 其实是很便宜的 像去年因为才刚解封 有一些民生商业用电 基本上我们是不涨的 但是我们台湾的电价 基本上很便宜 那除能相关概念股 其实来 这段期间我跟你讲 好我们不只是看台湾 我们要看国际杯 当初我们在跟投资人讲的 3207的要胜 也是我们从去年破底翻来 去年年底跟投资人开始讲 破底翻到今天3207的要胜 这一档股票今天就稳稳的突破 没有涨停 但是这一档股票基本上就是涨不停 那相关的个股就请投资人好好留意 那最后来时间来不及了 我们交代一件事情 这个228世界和平的方案 我们今天其实还有 今天是最后一天 就真的是最后一天了 最后一波最大优惠 还没有上车投资人 赶快跟进我们的脚步 节目就到这个地方 投资人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国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这种口令谁 僵尸 去哪里 去试试 做什么 吃鸭血 找到长 不然是什么 你说 你看牙医 臭臭大肠 臭臭大肠 你会弄吗 精力充沛 你怎么知道 我每天都把在站起 咖啡 保力达蛮牛 运达投雇 成立于民国八十四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 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 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 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 智慧 经验 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 最严格的标准 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 更是